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绿竹是什么植物 绿竹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根茎横走,肉质黄白色 一片表面为绿色,背面成灰色 形状为椭圆形至卵状举圆形 花背黄绿色至白色 花期为每年的5到6月份 摘种育竹前,需要选择土层身后排取优良向阳的微酸性刷氧图 并对其身翻30厘米,然后向土壤施加足量的积肥 确保土壤肥力充沛 再将育竹幼苗平放在栽种穴内 附土后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即可 育竹在出药前,要定期检查齐面覆盖物 若发生缺少,需要及时的补盖 并浇水保持土壤湿润,但不积水 等植株出苗以后,要立刻撤掉覆盖物 以免损伤育竹的幼苗 此外,当幼苗长到8到10厘米时 要进行介苗处理 育竹是什么植物,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